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做了一点点心 要不要吃一点 又在担心小少爷啊 哪吒这么一走 虽说不知道多久 但我总也放心不下 你说 他一个人在外面 吃不饱 穿不暖 谁来照顾他呀 您看要不这样 这上鼎村啊 离陈堂关这么紧 不行啊 我去把他叫回来 这倒不必 虽说仙术修行我都不懂 但是我相信哪吒 他是我的儿子 做事定有章法的 你说这孩子也真是的 才回来没两天又走了 要不这样吧 我待会儿就去收拾一下行李 然后过去跟他住几天 也好照顾照顾他 这样您就放心了 这样也好 哪吒自小就跟你亲近 你去照顾他 我也放心多了 好 点啊 我去找这个人 小也 我回来了 门罩 你还知道回来啊你 怎么样 这个房间让我跟摩庵哥哥收拾的 是不是特别干净 收拾得挺干净的 不仅这个桌子这么光亮 连空气都这么新鲜 摩昂 真是太棒 不愧是摩昂 还可以吧 你为什么只说摩昂哥哥 我也有参与啊 你也有份 你都做什么了 那柜子 就是本公主擦的 柜子 一般般般 刚刚我去村里调查凶手的时候 发现了新线索 新的发现 不错 你们可还记得 我们在济世堂的时候 村民们的说法不一 甚至还有矛盾的地方 我刚才在街上遇到两个人 他们都从七眼目睹 凶手行凶的场面 他们也是说法各有不同 我刚才在街上遇到两个人 所以我推断 这个凶手要么就是两个人 要么就是会变形伪装 我的天哪 你出去这么长时间 去打探这个回来 这个我跟摩昂哥哥在家 我俩都能想出来 是啊 现在单凭这些 还是没有办法找到凶手 我们得知道 凶手的作案动机是什么 他们要找的目标是什么人 又会在什么时候动手 你说得对 所以我还得再去调查调查 搞清楚他们行凶的 时间 地点和经过 越详细越好 这样我就能推断出 他们作案的规律来 不过 我们到这个地方来 是为了能确保 在七星连珠的时候 玉仙轮能炼化 可是现在看来 时间也不多了 要不然 还是我们两个 帮你一起找吧 不用不用 你们呢 看好玉仙轮就行了 调查的事情还是我来吧 现在我已经有线索了 很快就能抓到凶手 到时候 我就拿凶手的头 来觊觎仙轮 驾 驾 怎么停下来了 前面有岔路口 不知道该往哪条走 这位大叔 那个想问问您 上鼎村怎么走啊 哦 上鼎村哪 前面这条路只走便是 不过最近这山里啊 不太平 你们最好是趁天黑浅赶的 否则便会被蒙面人袭击的 是啊 蒙面人 哦 谢谢啊 不客气 我们抓紧时间赶路吧 那 好 走 杨婶 有了 来 狐狸嬷嬷 狐狸嬷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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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嬷 死了 原来是多孤二娃呀 找我有什么事吗 谁家的孩子啊 快让开 怎么回事 小灵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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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这是怎么了 杨婶在来的路上遭遇袭击 芭城也是那个凶手干的 幸好遇见你了 哪吒少爷 不然的话我都活不成了 您别这么说 要是再让我遇见那个凶手 我肯定把他大些八块 哪吒少爷 我可担心你了 我听说呀 那些凶手都是蛇蝎心肠 所以呀 我特别担心你的安全 要不咱们回家吧 别别别 杨婶 你好好休息 我根本不怕那个凶手 什么我 是我们 是啊 我们人多力量大 那种区区小毛贼 我三下两下就能搞定 可是 哪吒少爷 我是来照顾你的 我比较担心你的安全 要不然我们还是回家吧 杨婶 您就放心吧 等我们抓到那个凶手 我们再跟你一块儿回去 你们两个一定要记住了 不能在杨婶面前 把玉仙伦的事说漏嘴了 我才不会说漏嘴呢 对了 玉仙伦跟我说 他让我们帮他运气 以助他吸收天体精华 这有什么问题啊 我之前听天儿师傅说过 如果我们用自身的修为 和法宝一起修炼的话 等法宝炼成之时 我们自己的法力也会提升的 那真是太好了 玉仙伦 谢谢老大 既然这是风水宝地 说不定可以趁玉仙伦 炼化的时候 让金水令牌一同炼化 这样吸收天体的灵气 吸收日月的精华 金水令牌的法力 也可以更上一个周天 这是个好主意 不过你有金水令牌 炼化的方法吗 水精灵啊 水精灵就是 金水令牌的法器之灵 只要让水精灵一同炼化 这样金水令牌的法力 就可以更上一个周天 真的吗 没想到金水令牌 挑选的这块风水宝地 竟然可以同时炼化 我们两个人的法宝 那这么说的话 岂不是我们的法力 都会变高了 水精灵 出来吧 水精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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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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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玉香轮轮 你怎么变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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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怎么变响了 好像有点晕哪 小龙女 梦妹妹 小龙女 你这是 看来御仙轮不光吸走了 附近的日月精华 连我们的蒸汽 也被吸走了大半 怎么会这样呢 我觉得熏口好闷啊 我也觉得好困啊 肯定和真气被吸走了有关 看来这真气恢复之前 连法术都输不出来 那你的意思是说 我不能使用我的那些法宝了 你的法宝自有灵性 驱使还可以 但是在你手上 已经没有用了 恐怕 我们得等到七星连珠那一天 能量重新照射在身上 才有可能恢复法力 那小龙女怎么办 这 我也不知道 都怪我 要不是因为我 也不能怪你 是啊 我们都答应你帮你修炼了 小龙女 你果然还是想什么 比较可爱啊 可可可看 哪吒 你别欺负他了 我不能搂他 你可以搂他是吧 我又没欺负他 不要打扰水精灵修炼 哪吒 你也休息一会儿吧 现在我们法力都没了 水精灵还要修炼 万一有坏人闯进来 就麻烦了 我有办法了 这几天 风水宝地和大宅院的守卫工作 就交给你们了 一直到七星连珠的这几天 你们不可以让任何人闯进来 好 去吧 蔡公轩 回来 杨婶 您没事吧 没事没事 我扶您 您这身子都还没好呢 您怎么能出来啊 您不在屋里好好休息 这是要去哪儿啊 我这不是想说 我好挺多的了吗 所以在屋里待着太闷了 然后我就想出来走走 对了 少爷 刚才有东西袭击我 那是什么东西啊 那个呀 那个是 专门对付坏人用的 坏人 你说这院子里 它怎么会有坏人哪 有坏人 有坏人要过来抢东西 抢东西 就 就我们这个院子里边 能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啊 难不成 有什么事情 是杨婶不知道的 我要是说出玉仙伦的事 怕会吓着杨婶 还是先瞒着他吧 当然有值钱的东西了 少爷 你看你每天这么忙 你就来来回回在外面这么跑 要不然把这宝物交给杨婶保管吧 要不然 你不放心对不对 就放在我这儿吧 这个东西 没办法交给您 怎么 你信不过我 怎么会呢 最宝贵的东西 当然就是我们的性命了 性命怎么可以交给杨婶呢 您放心 那些机关是用来对付外面坏人的 您可别忘了 外面还有蒙面凶手呢 我不想他们 就是怕他们闯进来 对您不利 那我就明白了 今天晚上我就可以好好的睡一觉了 你也好好的睡一觉 小龙女 你怎么变大了 我也不知道 休息一下就好了 怎么了 我脸上有东西吗 那倒不是 我只是觉得 你还是小的时候可爱点 臭哪吒 我说的是实话 你又怎么了 ,臭啊 没听到龙妹妹说嘛 臭哪吒 那是自然 小爷我整天忙里忙外的 谁跟你们俩似的 天天泡在水里 现在上景村的凶手还没有解决 玉仙伦还在修炼 玉仙伦修炼得怎么样了 他吸收了我们的真气 现在应该是在炼化 对他脱胎换骨有很大帮助 七星连珠那一天 一定可以炼化成功的 真的 那也不枉我这个当老大的一片苦心了 对了 哪吒 你怎么这么快回来了 是啊 机关布置好了吗 布置好了 我已经在外面布下了天罗地网 谁来都是自讨古吃 是 照这么看 这玉仙伦确实藏在附近了 否则这个小鬼 何必大费周章地布下机关 居然还想瞒我 太好了 今天有这么多果子可以吃 是啊 咱们今天可以好好吃一顿 多亏小爷跟摩昂昂配合得好 你 快算了吧 就是你拿骨子砸我头来着 我呢 不是怕你饿肚子吗 那我宁愿饿肚子 也不愿意被你砸 你干什么 你别动 我帮你揉揉 小的时候 我只要一受伤 我娘和杨婶就会这样帮我揉揉 揉揉就不疼了 好了 不疼了吧 那 摩昂 你怎么了 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 要不我也帮你揉揉 不不不 我就不用了 你还是 你干吗 我 我肚子疼 快帮我拿一下 小爷要去打开一下方便之门 快去快去 哪吒 就是想偷懒 就是想偷懒 艾鲁妹妹 她不会真有什么事吧 她能有什么事 我还不了解她 她就是想偷懒 不是 今天我们练花御仙伦 大家都很累 你看连你自己都会变成小时候的模样 她一个繁胎肉体 会不会真有什么事啊 你说得有点道理啊摩昂哥哥 那我们快去找她吧 走 不用不用 你就别去了吧 这样 你把这些先拿过去找养手 我去把她找回来 那我回家等你们哦 注意安全啊 怎么样 小爷演技不错吧 把小柔女都给骗过了 不错不错 就是你以后 能不能想想别的借口啊 总是拿这些东西说事 这叫人有三吉 谁叫你是香魔王 我就臭哪吒呢 香魔王 你刚刚叫我留下来 什么事儿 你记不记得 在仙院的时候 本来是要帮龙妹妹过生辰呢 记得啊 但是后来被妖族大地捣乱 就没有过程嘛 没错 大家都走得太匆忙 也没正式帮她过个生辰 所以 所以 你想趁今天晚上 给她再补过一个 没错 所以我需要你帮我一起准备 好啊 那我们要给她一个大大的惊喜 大大的惊喜 属下 见过大帝 见过大帝 玉仙那边有什么消息 启禀大帝 蛇姬公主正在设法寻找 乾隆散的原料 只是其中缺少一种 命属下前来向大帝求药 小事 带她下去拿药 是 还有 炼制乾隆散一事 不得疏忽 你带本王传话给公主 让她万事谨慎 莫要被人发现了纰漏 是 公主近来怎么样 公主近来一切安侯 有劳暗黑使者定你 你替我务必转告公主 大帝出关一事 一旦东海龙王得知 东海必定有异样 让公主小心谨慎行事 请暗黑使者放心 鱼姬定当转达 不过说到东海龙王 公主大人倒是有一些烦心 还请暗黑使者帮忙 愿谨民伯之礼 听说都孤二娃 正在负责捉拿哪吒 和夺取御仙伦一事 不知暗黑使者 可知他俩在什么地方 可以带鱼姬见他们一面吗 我待会儿要怎么给他们 几个下药呢 这小龙女好像是在监视我 莫非我的身份被发现了 那个哪吒少爷跟魔王少爷 怎么还没有回来呀 对啊 他们怎么还没回来呢 哪吒他是 他一直都这样 他一直都这样 不着调你也知道 都习惯了 魔王哥哥怎么也不回来呢 气死我 杨莎 你一会儿丑爱 他跳的什么舞啊 他是不是想跟我说什么 跟我出去有惊喜 杨婶你都看得懂萤火虫羽啊 怎么可能 我就是胡说八道的 我还以为你真懂呢 好 杨婶她真的走了 她听得懂你说话 快走快走快走 走走走走 有惊喜 快点 杨婶 杨婶 你看 这是什么呀 祝你生成快乐呀 你不是字啊 龙妹妹 生成快乐 谢谢你们俩 但今天不是我生成啊 还不是你魔王哥哥 非要给你补过个生成 你刚看的那些萤火虫 还有这些花 还有你头顶的花 都是他给你准备的 谢谢你魔王哥哥 光谢谢你魔王哥哥 不谢谢我呀 除了这些东西 其他的 都是小爷准备的 其他的 我看也没准备什么了 好好好 顺便谢谢你吧 谢谢你魔王哥哥 也顺便谢谢你啊 哪吒 你这也太不公平了吧 哪吒 我妹妹不是这意思 小气 我就是这个意思 你 好 你过程程 你是老大 杨婶 你一定饿坏了吧 走 咱们吃东西去 大家一起去吧 走 哪吒少爷 摩少爷送给小龙女花环 还有萤火虫 你准备送点什么呀 大家都这么熟了 还送什么礼物啊 客气什么 他说得对 他只要笑笑停停的 不给我惹什么麻烦 我就谢天谢地了 我哪儿还能奢去人家 送我什么礼物啊 光你看看他 我告诉你 小爷就是没有用心准备 我要是用心准备的话 送你的礼物 不知道比魔王好多 好 好一百 两 不知道好多少呗 好 那我就等着你了 记得给我哦 谢谢 要不哪吒少爷 我们现在就给小龙女 表示表示 杨婶 快 表示 行吧 那就 要你这个吧 来 庚主大人您吃 庚主大人 您还满意吗 凑合 凑合 满意满意 满意你就多吃一点 来 吃这个 不要客气 都是你的 庚主大人 我够了 来来来 都是你都是你的 好表示表示 我够下了 我够下了 来 庚主大人 多吃点 多吃点啊 你给我拿着 你给我拿着 你看我不熟 你给我站住 走走走 你给我拿着 狐狸嬷嬷呢 这狐狸嬷嬷搞什么鬼 怎么还不来啊 那我们怎么偷 狐狸嬷嬷啊 狐狸嬷嬷没有来正好 你看啊 如果咱们把 狐狸嬷抓到的话 功劳全是咱们的了 没错 没错 如果把狐狸嬷交给大帝 说不定还能被重用呢 以后啊 连暗黑使者也要听我们的了 有了 要不这样吧 如果谁先抓到狐狸嬷的话 以后都听他的 怎么样 可以啊 谁傻赖 谁就沙子浑水当泥巴喽 好 走 走 太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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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痛 走 走 快 上鼎村的凶手也是这几天出现的 两个凶手 会变形 杀人不见血 难道就是这两只臭青蛙 什么 妖族大帝的人找上来了 对 不过已经被小爷的法宝给击退了 所以暂时不用担心 好 如果妖帝知道玉仙伦在此 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这个我也想过 所以我打算回去多演练几套阵法 让法宝们互相配合 好 随机应变 不行 我们得找一个万无一失的办法 要不然妖帝真来了的话 我们都会有危险的 可是现在 玉仙伦和水精灵都在修炼 需要我们的保护 而且我还分析 上鼎村那边的杀人事件 也是那俩臭青蛙干的 的确需要想个办法 这样吧 明天我跟你一起去 演练阵法 如果你的法力削弱 又变成小时候的样子 妖帝趁血而入 那可怎么办 没关系 我知道魔王哥哥肯定会保护我的 对吧 放心吧 魔王 小爷会保护好你的 快得了吧 别捣乱了 就你还保护魔王哥哥 不给我们捣乱就不错了 没关系 本公主会保护你的 你搞清楚好吧 魔王保护你 我保护魔王 等于我保护了你 什么呀 是魔王哥哥保护我 我保护你 不是 是反来就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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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保护我 行了吧 不行 这个臭弩吗 炸王医生 都死我了 渡孤二娃 参见使者大人 参见使者大人 这是公主身边的鱼姬大人 鱼姬大人 鱼姬大人 你们两个怎么了 怎么伤得这么重 我们去抢御仙轮 谁知一时不慎 就被哪吒的法宝所伤了 连个矛头小子都对付不了 如何将大帝的任务 交给你们 请 请使者数岁 属下已经派人 混到哪吒身边了 相信过不了多久 我们就能抢到御仙轮了 好 本使者拭目以待 多谢使者 另外 还要交代你们一个 大帝的任务 听着 蛇姬公主 有一件事情 要你们去做 小龙女 是公主夺取 东海大泉路上的绊脚石 大帝的意思 是想让你们 再夺取御仙轮石 顺便捉拿小龙女 不过现在 看你们的样子 鱼姬大人 你千万别小瞧我们啊 对啊 我们还请了 狐狸嬷嬷帮忙 她装作哪吒的奶妈 已经取得她们的信任了 对 等到她的消息之后 我们兄妹和她 礼仪无外合 要抓住御仙轮 除掉小龙女 并非难事 行了 能不能抓到 小龙女和御仙轮 就看你们俩的本事 好自为之 变换这法 哪吒 你到底怎么回事 啊 我这不是最近事情太多了吗 上顶村的凶手还没有抓到 妖族的人又找上门来 我一时分心才会这样的 她说得也没错 现在上顶村正逢灾难 再加上又要炼花御仙轮 可是我们几个的法力 目前还没有恢复 所以 要我说 不如我们就先炼花御仙轮 这样也许她还能帮我们呢 可是村民们不能再等了呀 要不这样 我们分头行动 你们继续守在这里 以免妖族的人再次偷袭 我呢 就去上顶村 调查凶手 看饭喽 雅婶儿 来 看看合不合胃口 哪吒少爷呢 你家少爷他去上顶村啊 当英雄去了 龙妹妹 少说两句 我凭什么少说两句啊 他就是冲动 我说错了吗 就算是为了上顶村的村民 他想帮助他们 也不能毫无章法吧 这章法还没布置好 万一 龙妹妹 去哪儿啊 果然 玉仙伦就在这儿 龙妹妹 不能跟杨少说玉仙伦的事 你怎么给忘了 我 我一时着急 我说漏嘴了吗 你刚才在里面凶我 龙妹妹 现在上顶村出事了 哪吒行侠仗义 也是应该的 你何必这么生气呢 我不是不让哪吒 去救上顶村的人 而是他一个人去 妖族那些人诡计多端 他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可是你干着急 也不是办法呀 魔王哥哥 哪吒这个人热心 又仗义 就是因为他太仗义了 有的时候就会很冲动 你说现在 他一个人去了 到时候凶手没找回来 自己再被伤着 他要是被伤着了 他要是被伤着了 既然这样 我们就把哪吒找回来 一起商量对策 走 走 走了正好 让我看看 那个玉仙伦 到底是在哪儿 哪儿去了 大哥 你小心 你小心 魔王哥哥 你没事吧 魔王 怎么连你也 可恶 哪吒别动 这些事情会喷涂 你们别过来 你们中毒就麻烦了 屁 魔王哥哥 怎么办呀哪吒 我们先送魔王回去 好 小心 慢点 这是怎么了 魔王哥哥中毒了 中毒 杨婶你别过来 杨婶 能帮我弄点水来吗 好 魔王 他 怎么样了 怎么这么烫 不然的话我去买点药吧 这个地方也没有药 去买点药 总关是管点用的 拜托你了杨婶 狐狸嬷嬷 我们俩准备了一个 非常完美的计划 就是引诱哪吒中毒 你要是有任何消息 立即通知我们 不是说哪吒中毒吗 怎么变成魔王了 吓我一跳 怎么样怎么样 哪吒那里是不是中毒了 是有一个中毒了 太好了 终于解决到那个爱管闲事的家伙 然后咱们就可以通雨仙伦了 太好了太好了 你们两个就省省吧 怎么了狐狸嬷嬷 是不是不满意啊 我 我们 没有什么满意不满意的 只不过呀 这个方法它行不通啊 怎么说呀 中毒的不是哪吒 是魔王 魔王中毒了 对呀 这个玉仙龙也不知道在哪儿 我今天啊 在房间里找了好几遍 都没找到 一点也看不到 这个玉仙龙的下落 玉仙龙找不到 也抓不到小龙女 怎么了怎么了 咱们呀 可以先把小龙女给抓住 笨的 隔阵又没中毒 我们怎么抓小龙女啊 你笨的 狐狸嬷嬷不是说 魔王中毒了吗 狐狸嬷嬷 然后呢 你就趁魔王中毒的时候 跟小龙女说 魔王所中之毒啊 非常厉害 如果不及时医治的话 很有可能就会丧命 这个方法它行得通吧 这可恶的凶手 小玉妃把她抓到不可 事到如今 你还在下着抓凶手 上顶村的村民频繁受到袭击 还是在我陈塘关管下的地界 我能不管吗 那个凶手 竟然欺负到我的头上来 还让魔王受了伤 必须要抓到那个凶手 给魔王报仇 替魔王哥哥报仇 你自己难道没有想过吗 如果不是因为你这么盲撞 魔王哥哥连毒都不会中吗 你 哪吒 你自己好好想想 自打我们来了上顶村 你满口答应那些村民 替他们找凶手 这件事情原来我们可以 好好坐下来商量一下 怎么去对付他们 你偏要自己一个人去 一个人去逞英雄 是我的错 你放心 我一定会抓到凶手 逼他们把解药交出来 你到底有没有听清楚 我在讲什么 我不是让你去逞呢 现在凶手在案 我们在明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今天不是我跟魔王哥哥去找你 受伤的就是你了 你给我回来 我一定抓到凶手 正面给你看 你是不是傻呀哪吒 哪吒 然后呢 这个这个 然后 然后呢 小龙女啊 肯定就要去找解药 然后呢 我们俩在趁机 把小龙女给抓住 然后呢 然后 你看你看哪吒 抓到小龙女被抓了 肯定非常担心 所以那他就不再管玉仙伦的事情了 然后你再趁此机会 偷到玉仙伦 然后 这个方法它行得通吧 然后 怎么那么多然后啊 你不管内心了 这可是我几机脑子想的办法 不行也得行了 你快回去吧 狐狸嬷嬷 狐狸嬷嬷 你不想我们俩在大帝面前 美言你几句吗 就是就是 妖族大帝 可等着你带玉仙伦回去的 好 好 然后就按你们说的办 过去吧 好 你 怎么骗小龙女离开呢 小龙女 医生 你回来了 这是我去买的药熬好了 可是这药 这药有什么问题吗 这药啊它就是普通的药 只能治一些表浅的毒症 也 摩昂哥哥眼下一直在昏迷 只能试一首 我刚才去买药的时候啊 特意跟那个药铺的掌柜打听了一下 说他这种症状啊可大可小 如果两个时辰能醒过来的话 就无伤大碍 但是两个时辰不醒过来的话 可就性命堪忧了呀 可是摩昂哥哥昏迷已经不止两个时辰了 那 那这药也起不到什么作用了呀 摩昂少爷恐怕是凶多吉少了呀 那怎么办 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办 办法 办法倒是有 但就是太危险了 使不得 使不得的 杨少快说 到底什么办法 不能说 这办法说了 哪召少爷他肯定不同意的 你得让我知道呀 再危险我得知道呀 哎呀